郭文貴議員 問政透明化向前面負責 結果我們回來以後推動所有的委員會都應該即時錄影、錄音、存證 上網讓人民可以看得到 就是程序委員會不行 程序委員會變成立法院的太上委員會 實在是對所有的委員一個莫大的侮辱 為什麼程序委員可以轟殺這個提案呢? 應該送到立法院各委員會 讓所有的委員在那邊舌相存證 互相辯證 怎麼會程序委員會就轟殺了呢? 從這幾個會期以來 我們已經有五千一百二十個提案被轟殺 我們民旨進步黨五千多個提案被轟殺 如果以每一個提案有十五個到二十幾個 簽署平均二十個就有十萬人次的羞辱 我們在那裡沒有用 我們的提案全部被轟殺 為什麼台灣政府會變成這樣子的偷離民意 因為程序委員會變成民意的打手 程序委員會變成一黨獨霸的黑手 所以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很多事情 民意沒有辦法真正的在立法院得到伸張 結果 行政黨內就隨隨便便 我們可以舉出非常多的歷史 包括貪污駐罪條例也好 包括難民草案 政黨法草案 條A地階草案 總統附中的刑事辦法 公職業刑事辦法等等 全部都遭擴置 我們的提案全部都遭擴置 最離譜的是 最近我們提的 灰核家園 在日本已經發生這樣子嚴重的情形之下 德國已經決定把所有的 核電廠提早遲遇之下 不在嚴厲的情形之下 日本在喚醒 全世界喚醒之下 台灣的灰核家園 我們的灰核家園提案 竟然也遭到轟殺 更不要講說跟馬英九相關的 所謂的 立卡的相關的法案 陽關法案 全部被轟殺 為什麼 民主進步黨的提案 替人民 為民投手 希望來替人民解決問題的提案 都遭轟殺 難道馬政府不想進步了嗎 難道立法院還有一個太上委員會 在轟殺其他委員會的前者嗎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程序委員會 我們想不通 這是一個阻礙民主進步的力量 是一個太上